所以我对于判决书来讲 我个人还是比较理解 比较认可的 我也希望你们去保持这个好的心态 真正的处理好家庭的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总是走在这个 不断的打官司之中 打官司之中这些问题 你们这案子如果从表面上看 对你们非常有利 你们非常站立 首先地钱 这个地皮是和房屋一块的 单独的土地使用权 没有进行补偿 是只有了房屋 才有此相应的休日补偿假 土地使用权 07年拆迁的时候 儿媳妇的户口不在 你不是土地使用权人 地上屋的房屋 儿媳妇没有证据证明 是在结婚登记之后盖的房 因此应该得出来 地和房都和儿媳妇没关系 另外半年补助费周转费 它是按户给的 无论是按土地使用权 还是按房屋所有权 而媳妇都不是这户里的成员 咱即便是按人头份来 搬家补助费两万 周转费几万 加起来几个人一分 一个人就是几千块钱而已 怎么可能到四十万呢 更何况我们还出钱 给你们买了一辆车 这个钱早就给你们了 你们都分配完了 都重复得到了 比这个还多 怎么还要我们四十万呢 法律上讲究的是公平 公平吗 不能因结婚而得利 不能因结婚而得财产 这是法律规定的 你们想说的话 我说的比你们好听多了 我要这么给你们一分析 李律师帮我代理吧 我告诉你 你花一块钱请律师 这一块钱都白花了 结论是不能打这个官司 为什么不能打 我给你说以下的观点 说这个观点之前 我必须要跟你们沟通几个问题 你记得一个法官审案子也好 还是我们律师也好 首先下任何结论 要听当事人的陈述 那么当事人一定要保证 说的是符合常理的 你说的话我们才能听 如果我们认为你说的话 不符合常理 当你一句话说的不符合常理 你另外九句话说的再对 我都会你 另外九句话都会打问号 这样对你们非常不利 你比如说我儿子就是肯老 地皮也没有他的 房屋也没有他的 都是我们的 你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开了一个证明 九四年之后 我村里不再另批宅基地了 得出来的结论 这个土地使用权 跟我儿子都没关系 跟儿媳妇更没关系 土地使用权 就是我们老家留下来的 无论是批事是我们的 对吗 只是你后来 我有了儿子之后 户谱放在这 土地使用权面积又没有扩大 对这个土地使用权的取得 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怎么可能有你的呢 而且儿子现在也认可 房和地都给他没关系 既然和房和地都和儿子没关系 你儿媳妇 户谱又不在这 盖房屋又没有贡献 和你有麻关系 你们脑子是这么想的好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你们给就儿子都配合好了 儿子就是啃老的角色 你们就是无私奉献的角色 这个观点让人家感觉到 对儿子是真的是像打他两巴掌的 作为一个儿子这么啃老 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你们的真正想法 真的是我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给儿子 前提是你们整个家庭 和睦好好的 我们都可以把你第三代 都给带起来 我们燃烧了自己 照亮了你们 你们不能让我们燃烧完了 你们把财产抢夺走了 你们婚姻也没了 这是我们老两口 最不能接受的 对吧 我觉得这应该才是 你们的真实的心理状态 对吧 所以说当你这么坦诚不公地说了 我们也愿意跟你交流 当你就非得按照第一个观点 就给我们灌输 我们就会认为 你们老两口和儿子串通 配合起来 就是为了达到 不给对方财产 不尊重事实 盖结婚用房 也说不是给儿子的 你可以设想一下老人 你可以给没人说 这六间房子 是我们老两口的 房屋不是我儿子的 你嫁给我儿子吧 实际上没有人这么说话 一定是说我儿子有房子 你放心 你嫁过来吧 一定不会让你女儿 受欺负的 这是符合常理的 对吗 所以说我说这话的意思 就是给你简简单单 举一个例子 我为什么录节目 我愿意多问一些问题 就是因为我听着你说的这话 有可能不太符合常理 当我们这么给你展现出去以后 我明确告诉你 我的疑点就是观众的疑点 观众一定会说 你们老两口说的 有可能不符合常理 那么你所说的 所有的话都会认为 打问号就出现问题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我要跟你说的 就是你知道这样子 你们之所以感到冤 他是按户给的 儿媳妇又是户里的成员 因此就有儿媳妇的钱 补偿款是对房屋 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人的 但是这个安置费用 一定是对家庭成员的一种安置 另外一个 北京市政府有个绿化隔离政策 上面规定着 凡是绿化隔离 对被安置人 首先要是户口在这儿 元朗是农业户口 但是承认户口也是可以的 即便没有户口 作为配偶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你们安置人是七个人 人间45平就得315平的面积 你们两套三居就是300多平 基本上就是参考了这个面积给的 对你们有利的是什么呢 当时并没有规定的这么明确 而且是放在你名下 根据物权规定就是你的 你儿媳妇打的是想分房 想分钱 法官认为房是你们的 给他40万拿走 所以说房你们保住了 房屋他也没权利居住使用了 所有权是你们的 给他的40万相当于 给他的安置费用让他走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要再深想再深打了 我给你们的态度是这个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 探望权的问题 北京高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第一 你们对你的孙子 有过抚养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有权利 代替你孩子的位置 行使探望权 如果儿媳妇不让看 你们到法院起诉 要求他配合 看你们官司一打就赢 现在儿子在这 所以说主张权利的主体是儿子 儿子有权利探望 探望的时候 你们陪着一会儿看就行了 我现在的想法 我的存款就是为了我 孙子留的 要照你们的法律说 我就不管他了 你让我这钱 我就随便挥霍了 好 好 好